中国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多名律师 及其助手被当局正式逮捕 部分罪名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另外湖南等地也有一些被拘押的维权律师 受到正式起诉 现在我们就电话连线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组副主席蔡耀昌 蔡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香港基督会的副主席蔡耀昌 我们跟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其实也一同合作 关注内地的维权律师的情况 好的 那么中国现在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运动 已经有半年之久了 现在政法机关开始了陆续起诉和批捕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蔡先生 我觉得这是它是严肃 从半年以前开始 对那些维权律师一个权利的打压 过去六个月 很多的他们实际上是扣楼的律师 他们官方是用了指定居所 暂时居住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长期出施 那那个出施是需要在六个月之内完成 所以它是完成这个之后 就需要正视 跟他们按照这个刑事情绪的地步 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北京 风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跟多利 都已经收到这个地步的通知 而且是他们的誓言的罪名是很严重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想现在的情况可能比刘晓波 当年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要重 那么您刚才提到呢 这个被批捕的这些律师呢 大部分都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罪名 那么蔡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罪名 这个罪名其实是 我想是中国 以前是反革命罪 现在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间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罪名 而就是说 他们不仅是可能 觉得这些律师跟作例 不仅是觉得他们就是利用一些言论 去支持一些反国家反党的行为 而且他们实际上 是有一些更具体的行为 可能也产生一些效果 所以对于在官方 这个定他们现在的地步 可能很快的起诉的罪名来看 是一定要把这些律师跟作例 可以说是要他们一定要 有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可能很可能未来就是判刑 也是比较重 我想这样就是希望对整个维权律师圈 起到一个巴西恐怖的一个作用 也希望把维权律师 这个政府觉得是反对他们的力量 希望能够把它完全压下去 这个当然我们觉得是完全违反人权不能接受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蔡先生 作为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呢 那么您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诉求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一定要严格按照 首先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给这些现在进行低部的连续 他们有一个续续辩护的权利 跟外面能够有一个通信 给他们一个刑事方面的权利 另外就是要按照国际的人权标准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律师更作理 完全没有任何对国家安全 进行实际上的危害的情况 从国际人权的主要叫根本是无罪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中国政府也一定要 严格按照国际人权的标准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 我们感谢蔡耀昌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